三年多前,美国高调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,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。 我们希望美方以此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为契机, 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,与各方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与合作, 为推进人权理事会工作,发挥积极作用。 美方刚一当选,就对多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, 美国的这个老毛病该改改了。 如果美方当选后继续采取双重标准,将人权问题政治化, 攻击打压他国,那必将遭到强烈反对。 美方真正应该做的,是及时纠正自身, 在国内外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, 为世界人权事业做点实打实的好事。 感谢观看,